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論當世,思來者, 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史記。 曹子為老將,曹末是老國將領,三戰三拔,打三次都輸, 而亡地五百里,失去了五百里地方,老國差不多亡, 向史曹子計不反顧, 假如曹子不肯忍了他, 意不頑重,不肯退一步來想, 當時這樣的羞辱,敏頸而死, 就這樣死了他,而亦有名不免為敗軍, 尊禽仗義,他會留下一個名字,名字是什麼,一個打敗 的將領,被人捉了的將領, 但是曹末不是這樣做,曹末是三北之始, 忍了這三次打敗的羞恥, 而退與老軍計, 和老軍商量了,援公朝天下, 齊援公和老公結盟的時候, 匯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 曹梅就拿一匹短劍, 上去,知援公之心, 於壇墊之上,在祭壇上面, 土堆成的祭壇上面, 顏色不變, 你要去指著全世界最惡的人, 這麼多兵在那裡, 吵沒,樣子一點都沒有變,慈氣不勃, 大聲說話都沒有,還好像平常那樣, 三戰之所望,而一朝復之, 結果三戰打輸了地, 就是這樣被他威脅到齊援公, 羅溫回來,天下震動, 天下都為這件事覺得震動, 諸侯驚害, 威加吾越,連吾越這麼遠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若此意氏者, 這兩個人非不能誠小念而行小節也, 他們不是不能夠承傳自己的小小的道德, 譬如說打敗仗就應該覺得收子,自殺, 做錯了事情,公子糾死應該陪他死, 他們兩個不是不能夠做這些事情, 以為殺身亡驅,以為就這樣去死了他, 絕世滅後,自己就死了,後代就斷絕了, 而公明不立是建立不到自己做不到那些事出來的, 非治也, 這個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故去感憤之願, 於是忍了憤怒那套氣, 立終身之名,結果 一世人的名就建立了一世人的名譽, 氣憤怨之節, 拋棄了憤怒, 鬥氣那種的氣節, 定屢勢之功,而成就了很多世人都稱重的功勞, 是以業與三王爭留, 而他們的事業結果是可以和三王一起爭, 誰厲害, 而明與天壤相斃也, 名字要到天地毀滅那一刻,然後才會不存在, 願功責一而行之, 我希望你學他們, 忍了他, 不要為了鬥氣, 而堅強守住遼城而死了他, 燕將見老年書一三日, 這個燕將看見老仲年這封信, 哭了三日, 猶疑不能自決, 不知如何好, 欲歸現, 意幼極, 孔朱, 想回去燕國, 但是和燕王不對, 對, 回去恐怕被他殺了, 欲降齊, 如果投降齊國, 所殺戮於齊者慎重, 守成殺了很多齊國人, 孔耳降而後見慾, 最怕是投降之後, 還被齊國拿來示眾羞辱, 慰言嘆弱, 於是他嘆氣地說, 與人引我, 零自引, 與其被人用刀來殺我, 不如我自己殺死自己, 乃自殺, 於是就自殺, 廖城亂, 他一死了, 沒有人守城, 廖城亂, 田丹遂屠屠城, 田丹就殺了屠城所有人, 歸而言老年欲酌之, 回來告訴老仲年, 想封老仲年, 因為老仲年封信, 令到燕國將領自殺, 所以不用攻得那麼慘, 死少了很多人, 所以想封贈老仲年, 老仲年逃隱於海上, 老仲年就坐船出了海, 不與富貴而絕於人, 我如果要為了得到富貴, 而去被別人洗, 被別人屈辱的話, 令貧賤而輕世賜自已, 我寧願窮, 而是可以看不起他不看不起的人, 放縱自己的意志, 做一個自由人, 好,這節到這裏,